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习近平不安视频外流 心事重重 坠坠不安 习近平布林肯二会福建厅的摆设暗藏杀机 效力藏刀逼布林肯摊牌 习近平提要求改善关系就接受中国崛起 中共国安扩权 指挥民间组织抓捕海外华人 北京自爆疫苗问题大 疫苗之父杨小明遭罢人大资格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在4月26号的时候 在X平台当中的用户蔡胜坤发布了一则视频 画面当中的习近平显得心事重重 胶着不安 而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现的时候 才露出了笑容 发布者认为这样的视频 应该是中共内部人偷偷拍下来的 另外来自世界新闻网的报道说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4月26号的下午 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进行了会面 座位与去年的安排相似 习近平坐在中间的主席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坐在习近平的右手边的位置 而厅内职务摆设为 寓意变化莫测的变业树 报道说习近平与布林肯 2023年6月份第一次会晤 同样是在福建厅举行 当时习近平左手边为中方的代表 依序为时任的 中共中央外事办的主任王毅 时任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 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马昭旭 中国北美大洋周四的司长杨涛 以及中国外交部的部长助理 兼发言人华春莹 美方的代表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为首 美国国务院的亚太助卿康达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利文 以及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资深主任贝沙兰 而本次的座位安排与去年雷同 不过双方与会人数从五人减少为了四人 习近平仍然坐在中间的主席位 布林肯坐在习近平的右手边的位置 中方的参与人员分别是 王毅 马昭旭 杨涛和华春莹 美方依序为布林肯 伯恩斯 康达和苏利文 本次会议举行也是在福建厅 其壁画为中国艺术家吴景熙和陈文灿等人 所做的五仪之春 摆设与去年不同之处 植物摆设从象征吉祥如意义和为贵的荷花 改为了寓意为变幻莫测 难以揣测的变叶木 好 再看一下习近平王毅效力藏刀 逼布林肯摊牌 来自华盛顿邮报的信息表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4月26号的时候 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其他的中国高级官员 美国与中国双方都试图稳定 因台湾和乌克兰地缘政治竞争 而受到影响的紧张关系 会见当中习近平告诉布林肯 如果关系改善就接受中国崛起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信息表示 当天在中国的首都举行的会议 似乎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 但是双方都试图将自己正在讨论的事实 视为去年两国关系几乎冰冻之后的积极进展 自布林肯十个月之前上一次访问以来 两国关系显著的改善 当时中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 引发了美国全国范围之内对中国间谍活动的异常广泛的反击 从那个时候开始 对话变得更加的例行公事 使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超级大国竞争对手 能够重新管理他们紧张 但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习近平在会见布林肯的时候表示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积极地看待中国的发展 习近平说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就像衬衫的第一颗扣子必须扣兑一样 才能够使得中美关系真正稳定改善向前发展 布林肯星期五的时候还与中国的最高外交官王毅 举行了近六个小时的会面 使双方有充足的时间来表达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 其中就包括了军事对话 以及中国与台湾的冷淡关系 北京还抱怨美国试图切断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的渠道 而这些先进半导体将使得中国 能够在可能具有军事应用的人工智能方面取得进展 布林肯与习近平的谈话要短得多 但是这也表明双方对这一对话高度重视 习近平和拜登本月早些时候通了电话 并且在出口管制问题上发生了冲突 拜登政府表示出口管制对于防止美国技术 被用来破坏美国安全是必要的 而北京则抱怨这只是限制中国经济崛起的努力 布林肯在会见开始的时候告诉习近平 我们致力于维持和加强沟通的渠道 他表示拜登政府寻求负责任的处理我们的分歧 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任何沟通不畅 任何误判和误解 布林肯早些时候对王毅表示 美中关系我认为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 华盛顿邮报的信息表示 王毅欢迎布林肯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并且对讨论进行了谨慎的评价 王毅说总体而言中美关系开始稳定 他告诉布林肯 这受到我们两国人民的欢迎 但是王毅表示中美关系当中的负面因素仍然在增多和聚集 中美关系面临各种干扰 中国的合理发展利益受到无理打压 中国的核心利益面临挑战 王毅警告说不要进行竞争和对抗 甚至滑向冲突 双方就北京通过向俄罗斯国防工业出售原材料和军民两用技术 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进行了激烈的交流 拜登政府一直在努力巩固与欧洲合作的战略 向中国领导人发出减少支持俄罗斯的联合信息 华盛顿邮报表示 究竟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仍然是一个问题 由于美国威胁要提高钢铁和铝的关税 中国领导人似乎没有兴趣 在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做出让步 根据中国在会晤之后发布的官方信息 王毅对布林肯表示 为了让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双方首先需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 即中美将成为伙伴还是竞争对手 王毅表示 如果美国始终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 中美关系将持续陷入困境 问题丛生 在南海有争议水域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王毅警告表示亚太地区将成为大国战场 并指责美国胁迫该地区国家选边站 分析室表示 北京可能也在等待大选结束之后 对其政策做出重大转变 因为拜登和前总统川普都与对华强硬的口号进行竞选 但是要求有所不同 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与全球化中心的主任王辉耀表示 在美国大选的背景之下 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从对华强硬的言论当中获利 他表示他们希望中国对抗俄罗斯 是的 中国可以 另外他也表示 但是美国仍然想把中国列为第一战略竞争对手 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受到激励 根据报道表示 尽管欧洲似乎已经认可了华盛顿愿景的总体目标 但是一些欧洲国家 特别是德国 仍然采取了更为和解的做法 德国总理舒尔茨上个星期在北京会见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其努力的一部分包括加强贸易关系 报道表示 无论是习近平还是王毅都坚定的对布林肯传达了一项讯息 那就是华盛顿必须要先回答好中美做伙伴还是做对手的根本问题 布林肯则强调出面对面外交的重要性以避免误解和误判 针对布林肯与王毅的谈话 根据美国国务院释出的新闻稿 布林肯强调面对面外交的重要性 要确保双方尽可能的明白彼此的分歧所在 至少要避免误解 避免误判 而这不仅是对美中两国人民 更是对全球人民负责任的态度 而布林肯告诉王毅 我期待这些讨论能够非常的清楚 非常直接的表明我们有分歧的领域 并传达出美国的立场 我毫不怀疑你身为中国的代表也会这么做 两个人在会后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米勒表示 布林肯已经向中方提出 美国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国防产业的担忧 虽然中国并不直接的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但是华盛顿指责中国向俄罗斯提供 军民两用的设备和技术 促进了俄罗斯自苏联时代以来 最大规模的重整军备的努力 双方并讨论到了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等些议题 美国官员曾经透露说 布林肯希望他此行 能够促使中国在台湾的准总统赖清德 5月20号宣誓就职前保持冷静 布林肯这一次访华能在多大程度上 缓解中美间的重大分歧 仍有待观察 另外来自台湾媒体中央视的报道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长王毅 在4月26号的时候会晤超过了五个多小时 而之后又会见了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双方对俄乌战争有所争论 布林肯指俄罗斯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 对乌克兰的攻击将难以为继 日经亚洲的报道表示 布林肯在4月26号的时候表示 他与习近平和王毅直言不讳的会谈时 就中国支持俄罗斯军工业基础对北京施压 中方则控诉美国担忧中国工业产能过剩 是在炒作 且华府不断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 日经亚洲的报道指出 布林肯强调 美中两大竞争强权必须维持沟通 以免误判情势 然而布林肯为期三天的仿中之旅 反倒凸显了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 具有明显的分歧 26号一整天的会谈结束之后 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表示 自己重申华府对中国供应俄罗斯零件 为这场入侵乌克兰的残酷战争 提供动力仪式深感担忧 布林肯指出 中国是机械工具微电子产品 消化纤维素的最大供应者 这些产品是制造炮弹 火箭推进器 及其其他军民两用物品的关键原料 而莫斯科正在使用这些物品 强化自身国防工业基础 布林肯强调 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将难以为继 好 再来看一下 中国的国安部首推办案程序规定 赋予国安之首深入民间组织 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表示 中国的国安部首次发布 办理案件程序规定 涉及办理行政执法和刑事案件 并且在审查扣押嫌疑人的规范当中 特别提到 国安有权要求不同的组织团体 落实反间谍防范工作 国安也有权监管域外中国公民的权利 当嫌疑人从海外回到中国和港澳 可以借国安之名行使拘捕权 报道表示 中国国安部的部长陈一新 在星期五也就是4月26号的时候 签发了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和中国的国家安全机关 办理行事案件程序规定 是中国的国安部首次公布的 执法办案程序规定 今年7月1号开始实施 中国的国安部公布两部规定的全文 行政执法规定一共有7章 140条 包括了询问嫌疑人和调取文件 和电子数据等一些资料 以及查封扣押和冻结涉案人资产 以致行政处罚执行等要求 行事案件规定共11章360条 说明执行居船取保监视居住 逮捕关押等一些强制措施的做法 中国的国安部表示 两部规章 现实国安文明执法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而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尹表示 中国国安部出台执法程序规定 从正面上来看 是让国安执法有法可益 但是留意到在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的第九条 列民国安有权到不同的团体组织 落实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 是改变了以往 国安不涉及民间组织的惯例 扩大国安的权利 能够深入社会各阶层 坐实坐气 全民抓间谍 陈道尹表示 这一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是对当下全民抓特务的一个法律上的回应 是打着国安的旗号 为国安进入其他的社会组织 开展活动做培训 就是要告诉你怎么来抓 发展一些情报源 提供法律依据 对一些单位在国家安全方面 做得不够的不好的 他可以要求你去改正 那么国家安全机构无形当中就扩权了 扩大了他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各类事务的干预 让整个社会方方面面 都能够感受到国家安全机关的存在 而流亡的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表示 新的两部规定只是部门法律 规管国安的工作 但是现在中国所有的事均与国安有关 国安部变相把部门权力 扩展到了中国全国 更有越过人大自行事法的嫌疑 吴少平表示 例如说第28条 事实上跟刑事诉讼法规定有冲突 在刑事诉讼法当中 犯罪嫌疑人可以领口供 国安部门的规定 实际上是把领口供的规定改变了 你必须要如实的回答 这是违反了上卫法 是很典型的在给自己偷偷的加裁权力 这些国安人员有了这个上方保健 在违法嫌疑人不回答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逼供 更可以用私刑和酷刑来对待你 就是想利用国安的名义 剥夺和侵犯人权 吴少平表示 在新刑事办规定当中 国安把违法地点的范围扩大 把中国公民在海外的言行 纳入到了管辖范围 等于扩权至了域外 吴少平表示 中国公民如果离开中国大陆 到了其他的国家 可能发表了抨击中共的言论 曝光中共的丑闻 或者是中共认为的秘密 这个公民假如某一天回到中国 国安就可以抓他 实际上通过这些条文 中共把长臂伸向了国外 把权力的触角伸向了海外的华人 吴少平表示 新程序涉及很多细节内容 又说中国公安办案 也常有把行政问题形式化 相信在新的规定之下 公安也可能出现相同的情况 好 再来看一下 北京自爆疫苗问题大 疫苗支付杨晓明 被罢免了中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来自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表示 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 在4月26号的时候闭幕 原中国国药集团的中国生物董事长 杨晓明等4名 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遭到罢免 在新冠疫情期间 杨晓明率领团队 研制出了中国的国药灭活疫苗 有国药疫苗支付之称 曾经获凭中国全国的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先进个人 在疫情期间 国药疫苗2021年盈利估计上亿元 报道说 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表示 西藏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 杨晓明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根据有关规定 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终止 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的撤销 另外 中原银行的前董事长徐诺金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 原董事长 韩树旺以及原四川南充市的市委书记 谷正举也被罢名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曾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的 韩树旺 一次卷入了火箭军的丑闻 现年62岁的杨晓明是甘肃人 藏族 毕业于兰州医学院 是中国国药集团的总工程师 首席科学家 他长期致力于传染病疫苗创新 多次率队突破技术瓶颈 曾成功的研发上市中国的国家一类的新药 脊髓灰质炎病毒灭活疫苗 还有中国的首个无细胞百百破联合疫苗 报道表示 2019细形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之后 时任的中国国药集团 中国生物董事长的杨晓明 率领技术团队迅速的攻关 仅用了48个小时就研发出了新冠病毒 基因诊断试剂盒 首批被中国国家卫健委推荐使用 在尚无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之下 由他率先提出来的 康复者恢复期特异血浆疗法 成为治疗重症患者的压仓石 他还同步研发了新冠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而根据该媒体的报道表示 这也一度成为了当时中国国内外 最有效的新冠治疗药物 广受全球医疗界的关注 报道指出 作为中国生物新冠公关团队总指挥 杨晓明主持研发了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2020年9月份的时候 他获得了中国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他还连续两年 分别是2021年和2023年 入围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的名单 中国国药和科兴在疫情期间 垄断了中国内地的疫苗市场 并且输送到香港等境外地区 截至到2022年的8月份 中国生物新冠疫苗年产能超过100亿剂 供应中国国内以及国际35亿剂 科兴2021年的时候年报显示 公司的净利润超过了955亿元 外界预计中国生物盈利水平或不逊于科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